美好 目前在做這個 其實搭配我們以前也在做的動作 我們叫做手心翻轉 其實相當契合 就是說美好基金會 他本身以前也在協助這些孩子訓練他們 然後搭配我們一個同時在做的 這樣一個叫手心翻轉的計畫 其實他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這些孩子從接受幫助 接受正義到手心向下 然後自己幫自己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很多的孩子 他在拔草 他在播種 然後他在採收 其實他就是手心向下的觀念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可以自己幫自己掙錢 然後自己幫自己工作 然後活出這個價值 我覺得美好基金會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這邊我覺得 尤其是這種環境 其實坦白講好像有點辛苦 但是我們覺得 如果這些孩子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比較辛苦的這樣的平台 反而可以讓他們在體力上 耐力上能夠更強一點的話 我覺得讓他們之後 再進入到真正的職場的時候 我覺得幫助非常大 應該是說這裡給他的工作是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所以他會照這個老師跟他講的 你應該是要幾點上嗎 幾點什麼有安全感 所以他會照著這個步驟去 然後甚至於他現在說 我的早餐我自己可以處理 所以他也會去從一種食物變成好幾種的早餐去 這是唯一生活一個是 應該做什麼事情得到什麼結果 這樣子的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包括回到家裡 應該是老師有特別去講說 你應該回家做家事 所以他現在說 收衣服是他的工作 吃完的碗筷一定不會在水槽 他一定會把它洗乾淨放到那個定位去 我覺得這一點很好 他的東西不會隨便亂丟 然後家是該他做的 包括比如說我買很多東西要提 他都會說這個我來提 這是他的工作 我覺得很好 可能從這邊的一個生活邏輯啊 生活的一些老師的安排啊 工作內容 他又把它帶到家裡來 然後日常生活 我覺得很好 對 把它蓋起來 好 再繼續拉 抓到頭 頭的地方拉 有沒有 你看你就不用割啦 好 再找頭 頭 對 找到頭 對 拉 再拉 拉 用力一下 用力 Good 好 有 一樣你看 像這裡你看 你看到了對不對 你看 看到了對不對 好了 趕快再放進去蓋起來 欸 換籃子 過來了 你看你這樣就一籃了 不用五分鐘就一籃了 拉 拉 有沒有 所以你很快的 很快就會有產能啦 對不對 是不是很快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快 就快速結束 然後放進籃子裡面 我們的主力商品還是以蔬菜為主 那他們 因為我們的農場 我們農場就是的 就是蔬菜的一個根植區 我們已經將近十幾二十年 都沒有撒過農藥 所以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崇尚自然跟無毒 那我們基金會目前也在針對我們的工廠的 就是蔬菜 能夠去申請所謂的有機認證 那我們希望未來能夠 以採有機的一個蔬菜的那個認證 跟銷售的那個品牌去做一些申請 我們的學生啊 他可能有一些比較精細的部分比較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先比較大動作的部分先開始訓練 所以我們先大量的栽種地瓜葉 然後等到他們地瓜葉採收的還不錯的時候 可能他就可能去採一些比例像青江菜啊 小白菜那個用刀子可以細部動作來割的這個部分 所以從頭開始都是先採收地瓜葉訓練為主 對 是這樣的 那邊要做有粉肥、粒肥跟液態肥 然後要針對菜的物種跟習性跟氣候來去 評估他到底要做哪一種肥 還有他到底要吃多少量 像現在夏天菜都很不好種啊 尤其是今年 瓜果類啊全部都落果 因為大雨的關係都落果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瓜果類今年都沒有 都不太好 我們沒有種出來 種不出來 然後大部分都是 這一些比較長期的菜在種這樣 還好有這些可以種 要不然的話我們學生還真的沒辦法訓練 我認為說像這種 有特別的菜 特別經過細心照顧的一些蔬菜 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安心的蔬菜 所以我就特別沒 就跟它長期訂購 每個禮拜過來取菜一次 這個蔬菜又讓我回憶到年輕時候 那時候沒有化學肥料 沒有農藥的時候 那時候的蔬菜真的是清脆可口 而後來的蔬菜經過化學肥料 快速成長 成熟以後 那個菜再加上農藥的時候 那時候菜已經變成比較硬 而且不是像以前的蔬菜那樣的清甜 而且翠綠可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吃這裡的蔬菜非常安心 讓我覺得每一口吃進去 都是一些香甜可口的味道 這是我的看法 我最先要感謝的是那個 美藥基金會的創辦人 余裕產女士 真的很謝謝她 就因為她化小愛為大愛 讓這些孩子有一個可以融生的地方 而且她還想辦法給他們釣竿 訓練他們謀生技巧 不是只有給魚吃 然後我希望美好可以永續經營 然後我們大家都來一起幫忙她 所以我有時候她是說讓蔬菜 賣不掉就到處跟同事推銷 然後讓更多人認識美好 這樣子的話把這做大 可以有更多的孩子 有更...怎麼說 可以有農生的地方 還有前進的空間 對 因為她這種小孩就是安全的 她才願意在這個職場 才願意在這個地方 她才可以學更多的東西 所以安全感 愛心 還有那個方法 方法真的很好 所以其實我很放心 把小孩子放到這邊來 嗯 我來秤 對 然後我秤好了 我會過去攀子給我 沒有 再多拿一個軟板來給我 對 現在我要因為今天菜量太多 那為了讓菜快速的新鮮包裝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臨時蒸第二條線 再把芥菜快速的包出去冷藏 這樣子 才能讓會員收到的時候 是品質最好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員工他們會自行釣組過來 就成立第二條紙線這樣 對 因為大家以為很無聊 在這邊上班 賺錢 對啊 為什麼會想要來庇護工廠上班 送菜 你是來庇護工廠要上班嗎 上班的 那你為什麼要來上班 是不是想要賺錢 賺錢一樣 然後買自己想要買的東西 有 採新菜 喜歡採菜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採哪些菜嗎 對 地瓜葉 地瓜葉 那你現在在包的是 現在包的是地瓜葉 喔 是地瓜葉嗎 我看 對 這是我們這時候的菜 好吃的糊塗的菜 在意的是訓練他們的工作EQ這個部分 因為期待出去了就不要回來了 對 然後這個方面其實只要透過每天的練習 他們是可以穩定的被訓練的 但是一樣要按照評估他們的能力狀態 有些比方他就可以做挑檢的部分 有些他沒有辦法 比方他視力比較弱的時候 那我就不會讓他在挑檢的部分 我可能會安排他在運送的部分 運送的部分 或者是數數認知部分的提升 因為那部分他是礙於他的生理的一個生理的狀況跟疾病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盡量維持他的能力 大概是目前是這個狀態 但是在出去之前都一樣 他們能做的都要能會 因為萬一如果一個沒來的話 其實另一個可以地補 其實另外一個可以地補的他們是滿開心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他變厲害了 對 他們會覺得他變厲害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每週二跟三會將新鮮的蔬菜 採收進來作業空間 然後讓他們來進行包裝 那學員從一開始不會包裝到會挑菜 選菜判斷菜的新鮮程度 然後去做一個挑選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經過 他們挑選以後放在盤子裡面 再放在那個包裝的襯子 每一包是300公克 要訓練他們去看襯子 然後把它放到那個包裝的防護袋裡面 然後一包一包包裝完畢以後 把它清點入庫 放到我們的現在的冰箱冷藏 然後他們就會下午會進行配送蔬菜的作業 好 好 小心 好 小心 好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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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心菜君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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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7個紅袋子 那兩包 早餐還快要拿2包 7個紅袋 對 7個紅袋 善哥你了解的嗎 可以 善哥你醒著的嗎 好 那進去了 我待會兒去接你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趕快進去了 現在是要讓他們自己去配菜 就是依依今天採收的一個情形 然後把數量給他們 他們自己去把會員的菜給打包起來 讓我再到指定點去把他們接回來 然後一起去送菜 雞瓜葉 你說雞瓜葉還有什麼菜? 蝦巴 蝦巴 蝦巴在這邊 雞瓜葉兩包 兩包雞瓜葉 好 那是蟹菜要兩包 蟹菜 這邊 雞瓜葉兩包 有一次她下班回家 她跟我說 媽媽 我看那個蔡寶寶慢慢長大 我有種不一樣的感覺 怪怪的感覺 我時候一想 應該就是成就感吧 因為成就感 可以成就一個人的自信心 而自信心是摧壞一個人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美好基金 給她這個職位 再包空心菜 空心菜 空心菜嗎 所以少的是空心菜 不是現菜 空心菜 對 稍微去拿 空心菜 空心菜在那個小冰箱 對 那就去拿小冰箱 所以都少空心菜 沒關係去補就好了 因為她很喜歡 她常常說 我很喜歡送菜 送菜我很喜歡 因為送菜可能會到一個點去 很有成就感 她把這個送到了 簽了單 表示 我很厲害 可能老是給她很多的讚美吧 她很喜歡送菜 那我這一邊的話 我也希望說她可以再進一步 因為她從這邊可能就是 送菜通到一個 會員的一個客戶的手中 就簽單 最後才結帳嘛 那我也希望說她可以做到說 真正是這樣子 客戶一對一的交 交易 知道說收錢找零這種概念 所以老師如果有多的菜 我會請說 於凡能力範圍可以提到 我需要的量的 比如說我每次都給她 十包是她可以接受的量 送到我們公司去 我會請我們同事協助 因為他們這種小孩子可能 那種收錢找零的概念 不是那麼好的狀態下 那我就會邀請我們同事說 一起來參與這樣子愛心的活動 那比如說一包菜四十塊 兩包是八十塊 那我就給 比如說這個姐姐你問她 需不需要菜 一包四十喔 兩包八十喔 然後讓她去做一個交易 收錢找零 但收錢找零這還要有一段時間 才可以適應啦 憑良心講 但是她至少她知道說 送到這裡 然後是可以拿取錢的 不是只有存錢單這樣子 這個也是我覺得 在往後她的日常生活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這一塊是我 我自己目前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送菜囉 送菜囉 我們希望我們的那個就是工作人員 他們可以 就是我們庇護的員工 可以跟我們的一般的工作人員 一起去宅配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有更多的社會互動的機會 然後讓同時也讓一般的社會大眾 能夠更接觸我們的庇護員工之後 然後能夠知道我們的庇護員工 其實跟社會是可以做融合的 對 這其實是我們基金會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促進他們 在社區裡面獨立自主的能力 我們一直希望說是可以種更好的一個五肚蔬菜 那目前只有三座的一個往事 可是真的不夠我們的會員的一個採購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更多的一個場域的時候 我們希望要再增設八座以上的那個往事 讓孩子種出來的蔬菜不會有蟲害 也不怕以颱風來把它催狂 所以說這一部分我是需要說社會大眾能夠幫我們忙 趕快把我們第二期的工程蓋起來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的孩子會更好 希望大家來支持我們美好庇護農場 因為我覺得美好種的菜很好吃 而且又是有機無毒的 這是我覺得非常好 他們配送道府 其實對我們這種忙碌的人真的是很方便 然後他們親自拿過來那種感覺 就覺得他們自食其力 那智力更生非常好 來 幫他們帶錢 好 幫他們帶錢 好 幫他們帶錢 內情 OK OK 你以後我睡嗎 對 對 OK 好 就這兩張 好 各飯各的 好 好 OK OK 我們今天總共送了幾家 幾個會員 七家 其實聖上者很多的行為問題其實都是被誤解或者是被污名化 可是可以藉由這樣一個送菜的過程 其實應該是社區邻里之間會了解到我們身障者我們的孩子 其實沒有外面謠傳的那麼的可怕這一件事情 其實對他們來講 我會覺得當你在跟社會連結的第一步的時候 其實自己要先跨出哪一步 那當我們在送菜的時候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先跨出友善的那一步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好的一個狀態給那個社區的居民 我會覺得是社區的朋友 然後把他們所在講 更好的一步 就這樣做到我們身上的一個狀態 所以要是個獨家 我會覺得是個獨家 也不會覺得是一個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是一個狀態 超級有了 所以我會覺得是一個狀態 就是一個狀態 我會覺得是一個狀態 我會覺得是一個狀態 你會覺得是一個狀態